表姐结婚 不是就是她为了她的表姐 就是如果表妹的话就可以结婚 跟表姐不行 因为表姐的年纪会大 所以那个她不然要跟她的表姐结婚 因为她的表姐比这个国王有达那个污水 所以不然她要跟她的表姐结婚 但是她的爸爸妈妈就是那个第四代国王 跟她老婆死了以后 这个国王就是她自己当国王的时候 她就跟她的那个表姐结婚 所以这样是她要娶了那个四个老婆 以前有三个老婆 然后她还要加一个那个表姐 然后她的表姐的名字是那个台籍 表姐的名字是台籍 然后台籍这个女生她不是印度人 她是伊朗人 她是伊朗人 这个王朝的这些国王 他们是突然去跟那个蒙古混学的 所以她就跟她的那个台籍结婚以后 就是他们一起过生活只要十四年 十四年 这十四年台籍生了那个十三个小孩 哇 所以她每年多生一个小孩 然后那个第十四年 她要生那个第十四个小孩的时候 她就难缠了 但是她要生这个第十四个小孩的时候 她不在阿嘎拉 她要去她的娘家 要生这个小孩 所以阿嘎拉到她的娘家中间的距离是九百公里 所以如果你们在上网要看那个台籍马林的那个故事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国王她最喜欢的老婆 所以那时候这个国王要跟那个其他小国的国王说 就是一段时间要给她那个金工多一点 比如说以前他们要给百分之七十 那时候他们要跟每一个那个小国的国王要收百分之九十 然后以前是那个老百姓的交税是他们赚钱的百分之五 他们要跟那个老百姓要开始要收那个百分之十五 这样她要开始要准备这个钱 所以这样那个三年以后 她就发现她要准备很多钱 所以她要开始要改这个台籍马哈林 然后为什么这个建筑叫那个台籍马哈林 台籍是她的那个老婆的名字 马哈的意思是伟大的意思 而林是那个林木的林 但是因为那个她用那个台籍的名字要准备这个钱 所以她就把这个建筑要取名那个台籍马哈林 然后她还要把她的那个老婆的那个尸体啊 就是埋在里面了 然后她1631年开始建造 1631 然后1653年她就改好这个台籍马哈林了 所以你们在上面你们会看到这里有那个十一个园顶啊 满上啊 然后她的后面还有十一个 每一个园顶是代表那个一年的时间啊 每个园顶是代表一年的时间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台籍马哈林的这个图片啊 就是看起来是全部是大律师的嘛 但是台籍马哈林这个建筑就是 完全没有用那个大律师改的 因为这个国王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啊 所以她就是要决定她用那个大律师要改这个建筑啊 但是那个她的建筑设计是说 如果用那个大律师要改这个建筑的话嘛 就差不多需要那个六十多年了 那她说这个国王已经那个五十多岁了 所以她想就是她肯定那个活不到那个一百岁啊 所以她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完整的台籍马哈林啊 所以她要跟这些建筑设计是说 有没有办法就是时间快一点啊 所以她们说我们先用那个砖块要改这个建筑啊 全部改好以后她的墙壁上要贴那个大律师片啊 所以你们等一下要参观那个台籍马哈林的时候啊 就感觉好像是那个大律师的嘛 但是里面都有那个砖块 里面没有大律师 只要那个大律师贴上去 但是这样她还是需要那个二十二年了 然后那个一六五三年她改好台籍马哈林以后 她还要打算啊就把这个正门 跟这个围墙全部都用那个大律师盖 但是那时候她没有那么多钱啊 然后那个她还有想就是台籍马哈林的对面啊 还要改一个黑色的台籍马哈林啊 白色的是那个台籍 黑色的是为了她自己啊 但是那时候她的第三个儿子啊 她就发现她的爸爸为了改台籍马哈林 花掉那么多钱啊 然后那个他们那时候要开始经济危机啊 然后很多小国的国王哪说要抗议这个国王啊 她说我们那么幸福的要赚钱 用我们的钱 这个国王开始要改一个那个陵墓啊 所以那时候很多小国的国王就不愿意要给她进攻啊 所以那时候她的第三个儿子把她的爸爸 就管在那个阿嘎拉城堡啊 因为她的儿子就想如果她的爸爸就没有管起来的话嘛 她的爸爸一定会还有一个黑色的台籍啊 如果要改黑色的台籍林他们一点钱就没有了 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那个经济危机啊 所以她就把她的爸爸管在阿嘎拉城堡七年了 然后七年以后她的爸爸在阿嘎拉城堡死掉啊 死了以后她的爸爸的实体她就埋在这里了 所以你们今天要参观台籍马哈林的时候 你会看到中间是比较小的 是那个房后的 然后旁边是比较大一点 这个是那个国王他自己的 但是你们今天要参观这两个陵墓啊 是那个不是真的陵墓啊 是真的陵墓的那个模型啊 真的陵墓在那个地下室啊 地下室现在他们不允许要那个下去参观啊 所以你们只要那个一楼要参观那个 他的那个两个模型 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改一个模型呢 地下室要真的陵墓 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个一楼还有改一个模型呢 给人家看 给人家看 给大家看 那对对下去也是都会看 为什么一楼还有改一个呢 这个是因为是那个如果一楼没有什么东西啊 地下室要真的陵墓嘛 一楼如果没有什么东西 人就走来走去啊 好像踩到那个他的陵墓啊 所以不让别人走在陵墓上 每一个回家的建筑一楼 他们还要改一个那个模型 所以今天你们就要看到那个这个模型 你们要注意看这四桌高塔 这四桌高塔不是纸的 这是向外清洁湿啊 有没有歪歪的 有 因为他为什么这样改呢 因为他不是印度人啊 所以他不知道印度有没有地震啊 所以他就是如果有一天在阿嘎拉要地震的话嘛 就是怎么办呢 因为他拔掉那么多钱改这个建筑啊 所以如果阿嘎拉有一天会发生那个地震的话 这四桌高塔 哎 高塔就会倒在外面了 不会倒在那个灵墓上 所以这样那个保护那个中间的这个灵墓 那你们会看到这个大利市的颜色啊 这四桌高塔的大利市比较白 对 但是中间的这个建筑的那个大利市有一点那个黄黄的 嗯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四桌高塔是那个最近他们有清洁过 所以那个去年啊 就是这样年他们有那个清洁的这四桌高塔 但是中间的这个部分他们还没有那个清洁过 因为它的颜色为什么变黄色呢 从那个台积嘛 他连只有20公里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烈尿场啊 哦 空 他每天那个排出来的飞机啊 把那个空气中的水就变成那个酸鱼啊 所以每次下雨的时候有水就能够融结大利市 嗯 所以它的颜色越来越变那个黄色啊 还有一个是如果你们上网要查就是 要写那个2018年台积马林的照片啊 你们会看到都是一直要那个蒸熟啊 这个台积马林啊 所以初一年要来的客人啊 拍照台积马林就不漂亮了 哦 嗯 因为那个到处都是他们要蒸熟 因为现在为什么台积马林常常需要那个蒸熟呢 因为它的那个后面呢 就是越来越陷落在地下 因为台积马林为什么叫那个世界其大其境之一呢 它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建筑 改在那个水上 整个那么大的一个建筑改在水上 所以你们一上去这个平台 你们会看到后面有一条河啊 嗯 就是要很好的滋留啊 然后这个国王改台积马林的时候啊 它现在那个河水上面啊 水上面就是要放那个一层那个木头啊 然后木头上面要放一层那个石头 石头上面要放一层那个沙子 这样它在水上要做那个三层 木头石头沙子 然后这种木头是很特别 它一越吸水 一越坚固 不会那个烂掉 所以它这样水上要那个做三层 木头石头沙子 然后还要做木头石头沙子 这样它做了八层 木头石头沙子 所以一层这样改了八层 八层改好以后 它要开始改这个平台 平台改好以后它就改这个台积人了 所以台积马林的那个下面 最下面有水 然后有那个木材啊 所以如果在这里要地震的话 整个台积马林会那个弹簧 好像一个船一样啊 但是现在它为什么陷落在地下呢 因为现在这个水啊 河水已经那个干掉了 所以它下面的水越来越少啊 所以它现在那个越来越陷落在地下 所以最近那个考古学家部门又发现了 它的后面最前面啊 已经矮那个十八厘米 十八厘米 十八厘米 所以那些十八厘米没有那么大 但是那个他们要趴着呢 这三年啊 每一年平均是那个六厘米 就陷落在地下 所以这三年它已经那个陷落在地下 十八厘米 所以台积马林现在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它的那个颜色越来越变黄色 第二是它越来越那个陷落在地下 你们要参观台积马林完了以后啊 你们在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平台啊 就很多人站在里面拍照啊 这个平台的那个桌边呢 你们会看到还有一个建筑啊 这个是台积博物馆啊 这个要值得要参观啊 就是这个平台 现在为了这些书就当住了 你们从这个平台那边就会看到桌边 这个要值得要参观 因为我们的门票里面只需要包括这个啊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门票现在不要丢掉啊 因为 这是快速通关 太吉林是建在河上了 所以 它地基非常的不稳定 你看 这条河直接贯穿 所以说呢 印度的政府有一直在整建这条河 要不然地基如果没有水 然后它可能就会被掏空了 还有它水上面是沙子 沙子也很容易流掉 那就是跟类似小吴哥窟也要有护城河的道理 是有点接近的 我们可以继续看这条河 其实刚刚导游讲说穿过去 那这样接近看的话 其实是没有 是在旁边 那可能是因为它干枯 你看它的河床有点大 你看它的河床有点大 所以它有一半的地区是建在河上面的 没错 那只是河干枯了 它这一排是好像是可蘭经的经文 所以 一般的观众是看不懂的啊 所以 为了左右对称 所以 还在建造另外一座 工 然后你会看到 呃 它其实四面都好像 差不多 很多 然后为了怕损害大理石 都要求你穿这个 保护套 爆干热的 天哪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中间很多人在拍 它就是在拍太极马哈里 站在那个平台是最漂亮的 出口就可以把 襪子脱 应该是说 保护套脱掉 不是保险套 相传太极是一个很魅力的女人 而这座宫殿 也要跟她一样的美丽 可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面有多少人 从这边照可以照到倒影 如果你有来印度旅行的话 你可以试着从这个角度 来拍这个倒影 这是正门外观 然后从外面看进去的 然后从外面看进去的